大家好,我是K,歡迎回到你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開箱和試用2019年Est Lauda的聖誕禮盒 如果你想知道我開了什麼和試用的效果,就要一起看下去 我們一起開箱吧 今天要開箱的就是這一盒 我買到的色號是Cool Tone 它有另一個Warm Tone,因為我發覺Warm Tone賣光了 還有我很少Cool Tone的東西 第二樣看到的東西就是這個很漂亮的褲送的公文袋 它有今年Est Lauda聖誕的圖片和圖片 是一個好像撲黑派的圖片 然後第一盒裡面是有12樣的褲曬產品 它們裡面有三支唇膏 兩盒眼影 眼影裡面是有胭脂的 還有兩支唇彩 一支眼線模型 一個eye makeup remover 它們的少中瓶 還有一盒臉霜 還有一盒眼霜 很驚訝 因為一打開 它原來所有產品都放在皮箱裡面 開得出來是這樣的 上面最頂端是有一個 手提把 然後有它們精美的小撲黑 非常精美 這個聖誕禮盒 裡面就有這個小冊子 這個小冊子打開是有不同的展示 一個是紫色的 一個是上面是類似古銅色 下面是藍色眼影的 一個叫做Nude Look 一個叫做Glam Look 我覺得我會喜歡Glam的那個Look 這個是什麼 一起來看看我能否做到這件事 這個有個問題 就是它很想說 究竟我要用手相還是掃相呢 算了 試試看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它說第一個指示就是 Swipe Pure Color Envy Eyeshadow in No.50 1 2 3 4 5 啊 是不是啊 這個超深色的 為什麼 希望我沒有Fail 是不是真的這個 我覺得有點質疑 會不會有點太深色 它這個眼影就這樣看的時候 是有一個小小的閃分在裡面 但它的顯色度並不是很常常那麼高 所以整個眼蓋用這個都不舒服 很誇張 Bland No.8 Along Upper and Lower Lash Line 這個是No.8 其實它每一個眼影色是沒有名的 這個眼影色是灰藍的感覺 我日常完全是沒有用到一個藍灰色去Bland我的眼線 現在這樣看我鏡頭看 其實是精神了 因為之前完全是沒有眼影的成功 下一步是Apply 7 Into Crease 亞洲人用Crees這個東西的嗎 8號 7號 7號是一個粉紅色來的 所以它是要用粉紅色 Bland開 我會拿一個比較細的Blanding掃 我很怕去到下午已經沒有了它的眼色 下一個步驟 Inner Corner Of Eyes With No.1 我要拿一個Inner Corner的掃 No.1是一個比較白色的 說一下Inner Corner Next Supply Pure Color Amphi Brush In Pink Teas On To Apple Of The Cheap 它這個胭脂是一個純色的MAC的胭脂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閃分 欸我當了這個很厲害 Next Perfect You're Proud With Pure Color Amphi Lipstick In Insolent Pump 其實它的包裝是鏡面的 我有點不太喜歡這種感覺 因為手指沒有很快就打進去 我覺得沒那麼漂亮 而且它這個對比起其他的唇膏很輕 我很喜歡很輕的陣容 不過我們顏色才是最重要 看看該怎麼辦 好 我們完成了第三步了 就是這個唇膏 我不太喜歡這個唇膏 因為我覺得好像不太好 不太好是我的感覺 不過既然這個是一個挑戰 我們就繼續下去 是Sable 用Extreme Mascara For Lashes With Outrageous Volume 現在節目已經夾完了 我會加一點自己本身用開的大大仙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煩惱 因為我在看國外Youtuber 就是比較歐美的Youtuber的時候 覺得他們的節目 拆一下就可以很漂亮 好像線一樣散出來 但是我的永遠都不可以 因為我覺得我是亞洲人的節目 所以有一段時間其實真的很掙扎 究竟想不想摺摺摸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天生是一個比較粗暴的人 一定洗臉的時候脫得很快 所以我就會覺得好像沒什麼用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是一個不喜歡黏假眼節目的人 我覺得黏了之後拆 或者你試的時候很麻煩 總之就是一個不喜歡麻煩的人 發現了一個方法 你夾完節目之後 你確定它現在還是直的 但是你一塗完的時候 它就會濕了 然後就會很沒神器 這樣在彈上 你要做的事就是用一個大大液 將它只放在你的節目的前端 不要聽信塗面 將它塗到內部 亞洲節目的你呢 你的節目是驚不起那些循璨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這個大大液了 我們拿這支 我的色號是 一號Dream Black 拿了節目液出來之後 跟剛剛的大大相一樣 確定它乾淨 然後就由一半開始塗上去 這個就是我剛剛塗完兩隻眼尖毛的眼妝 整體來說很漂亮 很開心 總結 我覺得這一盒 聖誕禮盒其實真的令人很開心 我現在大腦的多巴胺 是多到一個點 這個整一個禮盒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很開心 它自己都藏起來 另一個開心的是你自己的質量 雖然好像我剛剛說 它的唇膏的效果 它用的什麼東西 我會覺得比較輕 但其實它裡面的東西 並不會有令我覺得是便宜的東西 因為它的嚴漸性 還有它的閃粉 就是眼影的閃粉 會令我覺得是很厲害的東西 一放上去就會覺得很值得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雖然我還沒試用它的唇彩 但是其實我覺得 它的唇彩這兩個顏色 都可以適合到任何的妝容 還有一樣東西要補充的 就是這個 因為我剛剛才發現 原來我一直跟著它的指示 是這個Glam的妝容 但是我完全沒想到 原來它有一張照片在這裡 開的時候我有看到 但是我沒想過 原來我是沒有那麼重修 我現在發現的這個Glam 其實跟這個是一樣的 但是我是依照著我自己的理解 我的眼妝的了解 去加多多眼影 還有多重修 所以其實出來的效果 跟它不一樣 但是我也很喜歡我今天的眼妝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怎樣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它這個後面 是經常說 After Party之後 你可以怎樣做Skin Care 就是它送的小中瓶 面霜和眼霜 還有眼部卸妝 這裡也有它的貼心小提示 我覺得是很好的 我喜歡這個做指示的原因 就是我由一個小手產 變成成一個很有成功感化 一個好眼妝的美妝博主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妝容 你就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我有什麼可以改善的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很感謝大家一起陪我 這個妝容 很感謝你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看多點我 unboxing 化妝 生活 食物 或者怎樣的影片 你就可以訂閱我 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你看今天的影片好像 那麼流長 我是不是流到一些東西 你看看 是不是 有 你 你看 我想 你看 你看 你